全球最大的煤炭码头 往南430公里 是世界罕见的优质两岗 青岛港 这里有世界排名第七的集装箱码头 但它最骄傲的则是这个 董家口散货码头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离不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 通过这些巨型码头 来自全球的货物 可以非常迅速地被接纳 亚洲17号托轮长孔祥明的日常工作 就是接送大型货轮 其中就包括目前世界最大的 40万吨级矿石货船 这种船有另外一个名字 移动了矿山 董家口矿石码头 是世界为数不多的 可以满载停靠 40万吨级以上货轮的陆基码头 2015年 40万吨级货轮 十一班次进入中国 九次在这里停靠 这一年 有三千多万吨铁矿石 通过董家口矿石码头 输入中国 OK 交易水 二十七快车顶上了 最近十年 孔祥明可以说每天都要跟这种庞然大物打交道 每一次孔祥明都会万分谨慎 载重几十万吨的巨轮 必须以每秒三厘米以下的速度停靠码头 只有这样 码头上的防撞胶柱 才能完全吸收巨轮的冲击力 这个每秒三厘米的速度 就是对亚洲十七号和另外三条托轮的要求 中国青岛段的海岸线 有非常优越的建岗条件 深水 而且步渝不动 全球最大的货轮 可以全天候靠拨 在董家口未来的蓝图里 与现有博位同等规模的码头 将陆续修建 青岛钢铁厂 已经搬迁到了码头附近 距离卸货点直线距离不超过十公里 来自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粉 卸货之后 直接用封闭的传送系统输送到钢厂 变成钢材之后 又可以通过码头运往世界各地 或者中国的其他地区 紧邻着铁矿石码头的 就是可以停靠全球最大油轮 和LNG船的油气码头 来自国外的石油和天然气 直接在这里上岸 通过管道通往中国腹地 以满足这个国家 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2016年3月28日 中国长江下游 何畅州河段 何畅州航道整治工程的总指挥 江丽辛接到一个紧急通知 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何畅州的潜堤南岸 南岸它是江苏省高危崩岸区段 指挥部也是通报了这个信息 就是有可能会达到98年 那个水流的峰值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会议 就是去讨论这部分内容 强大的需求 是中国人在港口建设 港机制造 航道整治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很多领域都领先世界 为了加强全球 与中国腹地经济的联系 今天他们要改造 这个国家最大的一条河流 世界第三大河流 长江 全长六千多公里 流域范围 占据了这个国家 五分之一的陆地国土 中国人要利用长江 打造低成本的物流通道 将立新开会的内容 果然是关于训期的紧急通知 何畅州一段的长江 是宾威物种江屯的繁殖地 为了保护这种稀有物种 每年有一半的时间 施工被严格禁止 江立新本来可以按计划 提前完成工作 但今天的会议中 为了防御突发的殉情 指挥部提出了额外护滴措施 但是原定的停工限期保持不变 中国人改造长江的最新计划 是打通一段水深十二点五米的航道 这样从长江入海口 沿江上行四百多公里 就全部可以通行五万吨级的货轮 航道整治一般就是洼底清淤 但今天的方法与过去完全不同 长江在何畅州被分成了两股水流 水流变缓之后 泥沙容易淤积 江立新的任务 是在北水道四十米深的江底 铸造两道潜滴 使北水道的水量转移到南水道 作为主航道的南水道 因此而不容易淤积 工程的任务是 在浑浊湍急的江底 修筑两条大坝 对于江立新来说 难度在于如何保证四十米水下的大坝 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今晚的施工内容是铺设巨型沙带 经过半年的施工 数百条二十五米宽 六十米到一百二十八米长的沙带 已经整齐地排列在四十八米深的江底 指挥部决定利用最后两天时间 加固靠近岸边的沙带坝 只有连夜施工 才能赶上进度 第二天一早 补充的沙带已经铺设完毕 江立新需要尽快知道昨晚的施工效果 面对浑浊的浆水 如何判断水底的情况呢 幸好有了这种名叫多波数扫描的仪器 它以每秒二十至四十万次的频率 向江底同时发射一千零二十四数声波 通过对反射回来的声波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显示江底的形状 那么下面的位置应该是基本上正确 那么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最理想的一个效果 全面扫描之后 江立新对沙带的位置还比较满意 沿长江继续上行 进入到中国的腹地 相较沿海地区 这里还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的设计和规划者坚信 如果能提高长江这条天然水道的通航能力 有效地利用水路运输的低廉成本 就能为上游的欠发达地区 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 长江的中上游地区 也被列入了改造的计划之中 2003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建设 三峡大坝蓄水到了一百三十五米 长江上游一百三十九处激流险滩 被沉入了江底 六百六十公里的航道通行能力 得到了全面提升 三峡大坝上游有了优良的航道 但是大坝上下游的高差最高达到一百一十三米 鸟可以飞过去 船怎么通过呢